HELLO 聊世紀 天天的動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薩拉聖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夫基徒 OK 先來介紹一下 紅方的文明選擇的是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採集、建造跟修理速度 都會增加5%的效率 而且步兵鎧甲每點一點的時候 都會變成雙防 就是兩倍效果 所以點了兩防就等於是四防 所以羅馬人他的後期防禦率不會到太高 但是他前期的防禦率是非常誇張的 裝甲步兵前期就有三點遠防 非常坦 那羅馬人還有這個奴炮造價非常便宜的特性 黃金只要30塊錢 而且可以增加奴炮攻擊速度 也有這個縮小奴炮最小射程範圍 所以整體看起來羅馬人算是 不算是非常弱的文明 但是他有個缺點就是他的科技線並不是相當穩整 所以到了後期的話 還是要用自己的大量採集資源的效果 爆出這個大量軍團兵跟百夫掌 讓我們炮、衝車作為主力會更適合一點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薩拉聖人 那薩拉聖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四級非常便宜 而且四級的買賣資源 這個折扣也是比較有優惠一些的 那薩拉聖人的駱駱也是血量最多的駱駱文明 那他還有知名的奴隸兵 血量現在是133滴血 比以前的血量更多了 那薩拉聖人在城堡時代的血量 是145滴血 非常的多 但是到了帝王世代時 還是只有170的血量 跟舊版一樣 那薩拉聖人的步兵呢 不攻兵呢 打劍之物有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要打這個封建小峰去破木牆打的一個戰術打法 其實蠻強大的 對方往往是很難守下來這個不攻兵拆牆入門 然後途一步的打法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 好羅馬人這邊是決定要小圍了喔 這個地圖看起來很完美喔 你看這邊只要稍微一下 這裡圍過來 這裡再圍過來 好再圍到底就好了 而且他的金礦在裡面 相當舒服 好石頭就沒差 喔這個丹尼爾這張是天圖啊 羅馬天圖開局 那我看一下黑拉這邊喔 那黑拉這邊的圖看起來是還可以 因為他的金礦還有一個在後面 那他的主金在前面比較麻煩一些 另外一塊附近也是偏正面一點 那地圖看起來是丹尼爾的這邊是更好的 那黑拉的話算是比較差一些些 但也沒到多差 因為有一塊金在後面就夠了 而且還有石頭 而且墓區有三片 而且果汁也在裡面 所以要說他的地圖差也沒到非常差 只是相較比起來 丹尼爾真的是天圖 果汁跟黃金都在裡面 還有兩片超厚墓區 超級厚的那種 好那黑拉這邊是決定要打一個19P 封建時代 丹尼爾這邊是要來打直城喔 這邊的圍法還有這個已經撒農田的一個特性 果汁拉了五個人去吃 然後羊趕快再繼續把這個鹿肉吃完 就是斑馬肉才對 好那羅馬人 上城堡時代能打什麼呢 不是奴炮 就是騎士喔 當然也有百夫長這個選擇 但是他沒有挖石頭 所以這個百夫長應該是猜肯 好那如果是要打裝甲步兵的話 這裡也沒升裝甲步兵 所以也不肯是裝甲了 所以應該是直接打 奴炮吧 沒意外的話是直接奴炮 會更有可能 但奴炮防守的話會有點難打 因為他很怕赤頭之類的單位 好這邊補了一個冰光場會刺激 跳成跳上去 肉好像差一點點 可能要買賣一下喔 賣石頭買賣上去 OK好像多賣了一百石頭的樣子 多賣了一點 OK這邊直接23 23P升上去 21加2 極速升成 火馬21P 點風 然後23 點城堡 哇 這個有點猛 好那丹尼爾這邊 城鎮中心的閒置值來到6秒 Hera這邊是2秒 Hera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這個秒數非常短 真的覺得要在10分鐘以內 讓TC在5秒以內 這件事情是相當不容易的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Hera的小工錢壓 好來這邊 薩拉斯人打木牆的速度很快喔 血量掉得非常迅速 丹尼爾直接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是要打努化沒有錯了 而且這裡也沒有補農田喔 如果是打常見病的話 應該是要補農田的 哇靠這什麼 哇 3BK 哇 3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出奴炮 雖然奴炮黃金很便宜是沒錯 但木頭造價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木頭要多挖一點 而且伐木看起來也點不下去 直接斷肉欸 哇這不打法很特別 很特別 如此的極限喔 好那三隻村民幹完BK之後要幹嘛呢 丹尼爾現在有想法 好 狼兵過來騷擾一下木區 等奴炮過來防守 好 串掉了一隻肉麻 好奴炮也開始往前囉 但是丹尼爾的肉麻已經在這裡 但有偵查到了 好你的志願點在這 好 好 開始要破門進去了 那薩拉斯人 Hera這時候才點下了城堡時代喔 那暫時才要夾住的話只能靠城鎮中心喔 稍微微一下 夾住之後轉出頭石車喔 就能擋住羅馬的奴炮壓制了 如果大家遇到羅馬這種無腦奴炮流的話 鬼轉頭石車 夾個一下就可以砸得贏了 好 好 好 有點太過分了喔 好 但奴炮這邊竄燒有點麻煩 好 空兵稍微壓自己下回去 好 喔 收掉了一隻殘血的村民 好 蘭尼亞這邊抓殘血的村民還是抓得很快速的 好 從車開始拆除城鎮中心外圍的建築物 好 薩拉斯人這裡補下了一擊射 還有阿伯打一個措手不及 羅馬直成 極速直成 轉奴炮 這個打法相當特別 剛剛一百一場羅馬裡面只會出現個五場 可能五場也太多了 一兩場可能就差不多了 屬實罕見阿這個打法 然後這個打法最大的缺點阿 就是可龍被奴炮給壓制 阿伯在頭車壓制 好 收掉生女 好 趕快生成 這裡蓋個BK 好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石頭部分要挖嗎 好沒有挖石頭 Helora這邊是決定不挖石 先開TC開在後方 防守反擊 好這很想要城堡賽 但是第二台衝撤金來了 這邊展出了一隻騎士過來 稍微擋一下 好彈炮串燒傷很高 好工兵出來 回頭打一下直接被串死 哇後面的村民直接棄手 好 站走之前又射掉了一隻生女 這邊Helora還是防不錯 兩隻生女都順利的用工兵解掉了 好 拖子車弄出來 剛才衝車已經 早已收掉了所有的單位 所有的城鎮中心 還有這個農鐵也被空下來 Helora這邊要小心喔 不要被對方蓋城鎮中心在這個位置喔 鐵會全部被幹走 所以待會有機會的話 如果能守住的話 再回去蓋城鎮中心 如果先被蓋城鎮中心的話 可能就要趕快挖石頭 插寶反擊回去喔 不然就是自滴這些農鐵 好拖子車出來 長了一發 剩13滴血 兩隻騎士上前 收掉殘血勝女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一人一刀 好第二隻勝女過來 騎士要往前衝嗎 並沒有喔 這邊在穿心控騎士 但騎士一旦被招走的話 拖子車就會被反擊回去 拖子車被頂到一發就沒了 後面過來補下傷害 哇 裡面裝的是 好 這邊想要修 好 卡溫一下 哇 這邊衝車最後沒有頂到 對阿 這邊打得很極限阿 好 那現在薩拉斯人這邊 如果有肉的話 趕快去轉一下肉 好 這個刺猴出來 砍山旅 好 後面再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那丹尼爾這個打法呢 讓他斷村斷到懷疑人生喔 TC IDOL已經來到了三分二十秒 好 投車復雜 欸 這裡預判沒有成功 往前雜 唉唷 半條血 要互換一下 可以肯定 投車 唉唷 這三隻小公最後還收掉了生女 這就是世界冠軍等級的手術嗎 好扯 哇 黑龍跟鬼一樣阿 好強阿 直接拍下去 沒想到兩台投石車 就把丹尼爾的奴炮快攻流給擋了下來 好 那奴炮串燒一直沒有打到騎士的血量 這邊一直在走邊邊角角 然後還有 好 這裡不躲了 直接上 硬騎 送掉投石車 但奴炮直接串掉兩隻騎士 但投石車還在堆擊 所以奴炮者撤退 去追 投石車出來囉 Hera這邊能反應出來嗎 沒有辦法 被對方直接抓到了一個攻擊間隔時間 安心的收掉了Hera的投石車 好 那Hera這邊稍微把自己家裡拿回來 這裡要再補一個城市中心 對 要把這個錢拿回來了 好 那應該羅馬暫時不會再去進攻了 好 因為奴炮快攻流 在這個時期來說 如果沒有辦法繼續延續攻勢的話 你會陷入無窮無盡的進攻成本裡 你的進攻成本會過高 然後導致經濟落後 被對方打出一個防守反擊 直接GG斯密達 所以你還是要轉個龍會比較好 那丹尼爾這邊是轉龍轉得蠻快的 3TC 趕快補下吧 好 再補個修道院 好 騎士出來 這個騎士抓得漂亮 抓掉了Hera的投石車 好 這邊騎士過來 好 看到投石車先不理 好 看到有落單的工兵 砍個一刀沒死 駱駝過來 反擊回去 哇 看這個薩拉勝駱駝 初始血量就是125 點完品種是145啊 騎士也才120滴血 整整多了你25滴血 太狠了 羅馬人這邊是相當劣勢的狀況 打駱駝的話 羅馬人還是有槍兵可以用 好 這邊弩炮回來 好 兩邊都稍微小打小鬧一下 好 用著想的話也是OK 有著想得到嗎 哎呀 還是拉掉了 好 那Hera這邊是安心開農狀態 好 所以我們就先看一下 後期兩邊會怎麼打 那丹尼爾這邊也是3TC開農 這邊稍微有點卡領口 我稍微被卡到了一下下 好 這邊騎士往前 好 抓掉投石車 好 那駱駝打羅馬的騎士 跟百夫掌是相當輕鬆的 好 這邊看一下招翔 最後招到了兩隻駱駝 Hera這邊有點虧 好 莎拉森這邊轉出了修造院 下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還有城堡 好 開始把自己家裡給圈地圈起來 那這根城堡居然是補在上方 而不是正面的黃金地區喔 這讓我有點意外 好 沒想到是走了一個 先控上方地圖的動作 而不是控祖金喔 好 或許這個是個陷阱也說不定 Hera這樣子黃金是歸零狀態喔 因為如果城堡蓋上面的話 現在主金跟附金喔 還在丹尼爾的控制範圍裡 還是可以騷擾 沒有辦法安心的挖黃金 這裡黃金只剩下246而已了 所以莎拉森呢 Hera現在是完全斷金的狀態 OK 抓到野外的黃金 還好有看到這一處喔 離Hera就要蠻近的 好 趕快去挖一下 然後家裡正面喔 還要再補一根城堡 至少要差這個位置 把這個金給空下來 好 不然就是在前面 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好 直接無琴5TC 六琴不嫩 然後堪蓉 丹尼爾這邊也是4TC 開始反農回去了 快快 兩邊的農的速度都是相當快速的 好 那Hera這邊是展出了奴隸兵 喔 駱駝抓到村民 帶村民直接反打 好像是駱駝被烙丹的感覺 哇 這裡8隻村民抓到2隻烙丹的駱駝 好像沒什麼毛病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村民嘛 平常都是我們的村民被駱駝爆打 結果Hera的村民 好像跟我們的村民不太一樣 好 這邊駱駝直接用奴隸兵菜刀丟掉了2隻森駝 好 不能講菜刀 講菜刀有魯會生氣 不行 不能講菜刀 好 奴隸兵丟這個飛刀 傷害是打駱駝不會額外增傷的 但駱駝打奴隸兵是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好 菜刀再繼續丟 先丟 再丟掉1隻 哎呀 3隻 全部丟掉 好 結果招翔到的奴隸兵 好 結果也被自己的奴隸給射死了 好 這邊把聖物放下來繼續招翔 有機會招嗎 沒有 有機會招 好 奴隸兵想要回來收掉這隻生侶 好 沒有要放下來的意思了 好 放棄了 OK 再丟一下 靠打底 OK 飛到很痛的 好 升到地龍塞 兩邊都差了大概快1分鐘而已 好 結果HERA把第二根城堡也插在地圖中間 而不是自家的祖金 好 這邊兩隻勝率走過來 繼續往前 又收掉了一台奴隸 投石車 哇 這裡奴隸兵換投石車相當划算 換很多台 欸 這個奴隸殘血的還沒收掉 OK 這邊要置敵單位嗎 不置敵 趕快繼續拆 把這個奴隸全部收掉就賺了 再來一發 搞定 再來 哇 太扯了 這三隻奴隸兵殺了十個單位 這個奴隸一直被收掉啊 但也似乎還沒有要放棄打奴隸路線 好 那這邊有積極的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這個真的要趕快防守 不能消極防守 積極一點喔 就是用生鋁喔 配上槍兵喔 會比較好 好 但羅馬人的生鋁其實並不是相當完整 所以還是要靠槍兵去防守 會更好一點 好 羅馬人的奴炮串燒 好 直接往前天 切掉了一台奴炮 第二台 是第三台 第四 第五 順利收桿 收掉這隻生魚 招搶掉 OK 再繼續拉走 好 羅馬人這邊點下了異攻 開始轉槍兵的傷態囉 因為奴炮還是需要一些信戰單位喔 坦住比較好 不然很容易就被貼上去暴打一波 奴炮就防不住了 好 那HERA這邊是準備要來轉大洛馬 薩拉森也是有大洛馬的文明喔 OK 他要打駱駝 奴隸兵 大洛馬 好 還有這個強奴 好 馬弓 大衝車 火炮 火槍 重頭 配重 哇 要什麼有所 頂級薩拉森 OK 這邊槍兵往前 好 這裡奴炮繼續串燒喔 OK 這裡繼續進攻 唉唷 有槍兵之後防守變得很輕鬆阿 果然奴炮配上槍兵是一個很好的搭配 大家會一直賴我前一點喔 趕快去剩下軍團兵喔 槍兵 軍團兵 然後再配上少量百夫杖 靈氣加成 然後配上弩炮 就是羅馬人的完全體喔 然後可以的話 搭配一些衝車阿巨頭 繼續往前推進 這是羅馬人後期最可怕的組合 好 那HERA現在是打了一個大撒幣版本 全部都出奴隸兵 奴隸兵其實是很昂貴的單位 但還沒有點精銳 精銳還沒有點上 好 中型奴炮已經升級好 攻擊來到了16加1 從12加1變成16加1 傷害加4點 血量也變得更坦 55滴血 OK 大疾兵也升了上去 槍兵上來 剝掉了一些血量 後面洛馬過來想要直衝後方的軍團C 第一時間可能被收掉 後方城堡血量還可以嗎 城堡血量只剩下1分之1 很不大喔 後面的是巨頭 瞬間收掉這個城堡 羅馬人的軍團C 沒有辦法第一次 再反擊敵方的軍團C回去 但是這一波衝鋒也損失了自己大量肉 這一波看起來是兩敗巨傷 但丹尼爾這邊更是損失更重一點點喔 因為他這邊是直接倒了一個城堡 好 丹尼這邊槍兵直接往上上前開戳 羅馬人的雙防式 傑兵有雙防式 開始直接硬戳這些肉馬 肉馬直接隨便被戳爛 儒號數量只剩下少量的7台 最後一根巨頭也戳不掉 因為現在三弓還沒有點 沒三弓的話槍兵戳 空神器就不是這麼的好 好 出去 過來出去 好 反推回去 好 反掃 喔唷 好 出去用砲反擊回去 哇 這個串手 好痛好痛 好 這裡奴隸兵也開始反推回去囉 好 丹尼在祖金補雷跟城堡 發現這個基因真的不蓋堡 真的守不住 上億人蓋堡 又來了 哇 世界 全世界的人都來蓋城堡 趕快把這個堡蓋起來 好 丹尼也看到這蓋堡 我就先撤退 不然這些奴炮會送掉 這些奴炮現在是羅馬人的主力 薩拉斯人的主力 現在是奴隸兵配上肉馬 但這個肉馬大羅馬升級 還沒有辦法 要500肉跟600黃金 支援量還不太夠 黃金要先確保好 那薩拉斯人先轉出的東西是中頭 而不是火炮 是有點意外 如果是走了中頭 可能是要來打 順便打這個 步兵單位 然後這個砸一下 把這些槍兵大量砸掉 但也砸到了自己的單位 沒有關係喔 趕快撿對方大量的步兵很重要 OK這裡直接用一堆肉馬上去夾住 後加上後面的中頭 直接收藏羅馬人的所有的單位 羅馬人這邊損失慘重 後方的頭死車還在想要繼續炸 又炸掉了一大堆的奴炮 頭車炸奴炮相當的舒服 好 好 肉馬再射上錢 應該是收不掉 這邊槍兵跟奴炮太多了 好 這邊衝車 繼續 繼續炸 左邊這裡空圖越空越多囉 現在地圖變成畫了一條直直的線 右邊這根城堡可能夾不住 哇 掉了 這台赫拉非常尷尬 黃金非常缺少 好 這個金如果失手的話 赫拉會有危險 丹尼爾這邊 要趕快趁勝追擊 但赫拉這邊是直接想要逼低你家 既然正面打不贏 那我就打上面 這個塗到開始 開始被 砸掉了 OK 倒沒了 四台巨頭 好 拉羅馬升級完畢 好 槍兵衣正往前 好 往上走 這裡穿燒 哇 赫拉的儲金 直接stake by 五千多塊黃金 別人挖了 那羅馬人這邊人口數值129村 赫拉這邊有143村 以基礎經濟來說 赫拉可能會比羅馬人好一點點 但也不好說 因為羅馬人有這個經濟加成 赫拉生並沒有 而現在赫拉生人已經攻擊到羅馬人家裡的後方 這個換家很關鍵喔 雖然金被控 但是有傷到羅馬人的家裡 所以農田只要被拆掉的話 肉類會損失非常多 後面要趕快轉出大量槍兵才能守得住 好 但這波衝進去看起來 羅馬人是比較難打一點 好 那沙拉生人大羅馬直接往後貼了上去 好 無炮重頭 直接羅馬全部吃乾抹禁 但也這時候搭出了聚聚 哇 赫拉真的是太強了 好猛喔 最後鬼轉大羅馬一波 沒有黃金也沒關係 趕快BD你家 竟然斷金了 那我就趕快拆你家 再拖下去就沒機會了 那這一波真的是打得很漂亮喔 往前推了之後反而把中間這塊青 給搶了下來喔 這塊應該是丹尼爾的附金 但沒想到地圖這麼差的情況下 HERA還可以成功翻盤喔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麼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丹尼爾這邊輸了HERA 打約6000支援 哇 HERA這邊是完全壓制的 因為他打的村民術是150吋戰術 直接經濟鬼轉軍事科技資源之後 然後再慢慢滴穿喔 可能甚至也不滴穿也沒關係 對方的肉碼會過來幫你滴穿 所以這個150吋戰術也是我非常提倡的一個打法 經濟型開農防守反擊 好那這邊看起來 再殺他算是拿到1.54的KD 我頭髮只有0.65 那我覺得至少很值得一看 也是丹尼爾的這個21批 直層上去轉奴炮快攻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會伴隨著自己會有斷村的可能性喔 因為你要把大量的金 大量的木頭跟黃金給挖出來 才可以量產非常多的奴炮 去前壓對方喔 所以勢必你的肉會很少 甚至會有斷肉的可能性喔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